请听题 从事这项工作 你必须 英语专业的大学学位 A 具有 B 抱有 C 装有 D 带有 好的 正确答案是 A 具有 具有的意思就是有 具有是一个词 别的选项都是组装词 动词加油 还有呢 我们常常说 具有什么什么学位 是固定搭配 别的选项呢 都没有这个意思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具有的别的词组搭配吧 具有 具有 具有责任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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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具有历史意义 具有历史意义 具有高等学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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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具有大学学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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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 抱有 带有 装有 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这三个词都是 动词加油 动词加油 好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他们的固定搭配吧 第一个是 抱有 抱加油 比如说 抱有希望 抱有希望 抱有成见 抱有成见 抱有看法 抱有看法 装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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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装油就是安装的意思 常用搭配油 装油空调 装油空调 装油炸弹 装油炸弹 装油门锁 装油门锁 带有的意思和带 几乎一样的 配油 带有口音 带有口音 带有气味 带有气味 我说英语时 带有口音 我说英语时 带有口音 你也可以说 我说英语时 带口音 所以带有和带 是差不多一样的 好的 谢谢大家的观看 明天见 节奏 去 weeks 越多 眼前 适 Oj 越来越了 越露 现在 越来越露 说